伯多禄前书 第五章 所以,我这同为长老的,为基督苦难作证的, 以及同享那将要显示的光荣的人, 劝勉你们中间的众长老, 你们勿要勿放天主托付给你们的羊群, 敬监督之职,不是出于不得已, 而是出于甘心,随天主的圣意, 也不是出于贪卑鄙的利益, 而是出于情愿, 不是做托你们照管者的主宰, 而是做群羊的模范。 这样,当总司墓出现时, 你们必领受那不朽的荣观。 同样,你们青年人应该服从长老, 大家都该穿上谦卑做服装, 彼此事后, 因为天主拒绝骄傲人, 却赏赐恩宠于天讯人。 为此,你们该屈服在天主大能的手下, 这样在适当的时候, 他必举养你们, 将你们的一切挂虑都托给他, 因为他必关照你们。 你们要节制,要醒悟,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 寻找可吞食的人, 因以坚固的性德抵抗他, 也该知道, 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都遭受同样的苦痛。 那赐万恩的天主, 即在基督内照叫你们, 进入他永远光荣的天主。 在你们受少许苦痛之后, 必要亲自使你们更为成全, 坚定, 强健, 稳固。 愿光荣与全能, 危于他, 置于无穷之事。 阿们。 我借忠信的弟兄, 希尔瓦诺, 给你们写了这封, 我认为简短的书信, 为劝勉你们, 并为证明这实在是天主的恩宠。 在这恩宠上, 你们应该站稳, 与你们一同被选的巴比伦教会, 问候你们。 我儿马尔谷也问候你们, 你们要以爱的亲吻彼此问候。 愿平安与在基督内的你们众人同在。